好 时间来到晚上的六点钟 欢迎大家收看新闻1.0 没错 今天是由我来代班 又宣来代班 那我们也希望接下来的一个时间 大家可以持续来跟我聊新闻 也希望可以多多在留言区跟我互动 好 首先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国际消息 也就是在日本的自民党 他们的回扣案持续延烧 这也让内阁的这个支持率 是不断的下跌到23% 所以呢 现在为了要挽救民心 岸田是火速撤换了四名的内阁大臣 十四号的日本官房长官例行记者会 走心会场的是前日本外相林芳正 或者说是新任官房长官林芳正 直言临危寿命 眼下最重要目标就是 挽回民心 自民党安倍派回扣案如滚雪球般延烧 岸田开闸一次撤换四名内阁成员 包括前官房长官松野薄一 由前外相林芳正接任 回扣案火烧岸田 东京地检十四号动员五十名检察官 约谈安倍派国会议员 尽管议员们不认收回扣 但在野党才不买单 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对首相安田提出不信任案 尽管随后就遭众院否决 不过根据NHK最新民调 还会撤换四名内阁成员前 岸田内阁支持率再度下滑六个百分点 跌到百分之二十三 已经创下自民党2012年掌权后最低支持率 超过五成以上的民众对内阁充满不信任感 岸田业会安倍派成员 判自民党团结应对黑金风暴 但这亡羊补牢能否挽回民心 恐怕是未知数 TVB新闻环宣报导 而大陆和俄罗斯有四架的轰炸机 是联合飞进了日本海挑衅 这让日本是紧急派出了战机升空 不过就在同一天 也有六架的陆俄战机闯入南韩的防空识别区 南韩战机紧急升空 俄罗斯和大陆供六架军机 周四上午被发现闯入东海上的南韩防空识别区 17分以 지난 오후12时10分 独都东쪽으로 빠져나갔습니다 영공侵 범은 없었습니다 同一天日本防卫省也发现 中俄共四架轰炸机 从日本海到东海 实施长距离联合飞行 对此大陆国防部说是 中俄年度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让日本政府不满 只只是示威 透过外交管道表达严重关切 こうした点でGCAPは日AEという同志国が 優れた技術を持ち寄り コストとリスクを分担し合うことを可能とする 歴史的なプログラムであります 因中俄威胁日本英国和意大利防长 周四齐聚东京 签署全球空战計画协议 要共同开发第六代 逆终超音速战机 甚至访日英国国防大臣夏普斯 也有重大宣布 英国航舰打击群 2025将重返印太 航行路线当然包括台湾海峡 他强调台湾海峡是全球承认的公海 英国军舰有权通过 TVP新闻 総合报道 好 刚刚在留言区也要谢谢William 斗内他说第二个小时也持续来支持 也谢谢您 然后呢大家希望都能够持续在留言区 跟我互动讨论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 尾巴冲突 目前呢从11月开始 以色列他们似乎是要采取所谓的水工 因为他们不断的在抽取海水 甚至还有增加了棒浦数量要来抽水 反观呢是在哈马斯这边也最新释出了作战影片 他们试图要告诉大家他们的反攻能力 隔墙细听机械声越来越大 代表以色列大军正在逼近 哈马斯则从旁突然用火箭筒伺候 这种暗中观察目标后 偷偷来一个开炮突袭 一直都是哈马斯对抗乙军的主要战术之一 哈马斯再度释出这支最新作战影片 还秀出已知装甲车碎片散落尾地 甚至特别拍摄象征以色列的六星幅 浩被踩在哈马斯脚底下 就是要像以色列说想打败哈马斯 没这么容易 不过整体来说 已知仍然是战上风的内方 几乎没有悬念 尤其在加萨相对不熟悉的巷弄和地形下 依旧尝试缤纷多路 目前包围甘尤尼斯的行动 正如火如荼进行 已军在郊区的班尼苏海拉 持续攻击一栋一栋 哈马斯藏身的建筑 至于躲在地道的哈马斯官员 要怎么对付 最近就传出已军要用淹水战术 至于淹水战术要怎么执行 根据华尔街日报 以色列正在从地中海抽取海水 准备向地道口灌进 而且从11月就已经安装了五个帮铺 最近又在加装两个 从筹备到实际进行海沟 预计要花上好几个礼拜 而目前只是还在初步阶段 然而对淹水战术的疑虑还不只这样 正对这场战争 美国和以色列的分歧 的确越来越大 既以色列总理纳特雅胡 坦诚这件事后 以色列国防部长也承认 美与双方意见有落差 只是要怎么让拜登继续给予支持 觉得是以色列很大难题 特别是拜登政府现在也很头痛 美国国内力挺巴勒斯坦声音持续扩大 当第13号早上 大批民众在洛杉矶的高速公路上 直接阻挡所有线道 还进一步席地而坐 形成一长串轮链 从空拍角度看 示威者后面全是密密麻麻车龙 高速公路宛如成了大型停车场 后来共有75人遭到逮捕 但尽管如此 他们的抗议以及数周引来 全美遍地开花的示威 早就让美国政府绷紧神经 而不同于美国 以色列上下则是几乎一条心 尤其以色列境内至今 还是不断被哈马斯火箭袭击 以色列南部城市阿什杜德13号 只有一间超市被火箭碎片打中 就在众目睽睽下发生的事 绝对只为让以色列人民 心中的报复之火更难熄灭 TVB新闻做不到 好 今天的China观察 我们邀请到韵文来到我们现场 韵文晚安 晚安 悠轩大家好 好 今天我们持续要关注的 就是在昨天晚上发生的 这个北京地铁昌平线 那这车辆在行径当中 它是断成了两截 那对于它最新的这个调查结果 官方有没有一些新的说明 好 有的 我们看到是根据官方所公布 目前最新的调查报告指出说呢 这起的意外一共是造成了 515人送一的情形 而当中102人骨折 那好在呢 是完全没有人死亡的 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但是呢官方也指出说 今天为止呢 有423人离开医院了 但是还有25人是留院观察当中 甚至有67人要住院治疗的 所以这个伤患其实是蛮多的 好 为什么 因为来看到这个地方呢 它是北京的地铁昌平线 它当时呢是从这个西二旗站出发 已经离开了要开往这个就是 生命科学园区站 但是呢西二旗站这个地方 刚好是两条线的交汇的转成点 所以呢人流很大 很多的上班族 所以当下可能预估这个载课量 是达到1400多人 但是就在这个区间呢 发生了这个追撞的事故 所以导致很多人受伤的情形 那我们再看到是有乘客说当下感觉啊就是呢 好像一停一停的跟平常感觉是不太一样之外 就是在撞上之后想拿想按这个紧急开门钮 但是呢这开门钮却是完全没有动静的 所以他们感觉它是破窗之后呢 破窗逃生 所以出现这样的奇怪的场景就是呢 在零下5度的晚上 大批的民众呢只能是沿着这个轨道 往回走很惨的情形 甚至有民众可能因为不是而昏厥的状况 我们就看到是官方有调查说这两节车厢断裂 是因为当时呢下大雪大雪导致这铁轨很湿滑的情形 而然后呢前方的车辆呢当时是讯号异常的状况 再来后方的车辆呢刹车不急遂呢 导致追撞之后造成车辆断裂的状况 所以这个昌平线在昨晚的时候是完全停运的 到今天是部分的恢复运行而已 好那么这一起事件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悚 因为车辆毕竟是断层两节 那是造成了超过500人受伤嘛 对没错 那么呢其实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到 那是不是在这个车厢里面有哪一些地方是不适合站立的 也是被列为是危险区域 对来看到呢就是这个我们把它用的红线的画起来这块地方 其实呢大家其实不太适合站在这边站太久 因为这地方就是车厢跟车厢的连接处 我们称之为是这个贯通道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是有具有隔音 然后防尘跟风的功能的 但是呢在整个列车行驶过程当中 它会摇摇晃晃会晃动很大的状况之下 那你看到这边它只有把手 没有任何的拉环 所以如果急煞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导致重心不稳 然后就被摔倒摔摔出去了 那也呢这方式我装的这个叫做什么 就是折叠风挡是安装这个东西作为这个缓冲的作用 但是呢在转弯的时候呢可能因此你的手就会被夹伤被夹住了 所以这地方是不太能够行太久的状况 所以建议说这地方呢不要常识的停留之外 也不要放置你的洗礼物品之外 也不要呢倚靠侧板避免被夹伤的情形 提供给你做参考 好我们这一集谢谢韵文所带来的分析 谢谢又轩谢谢大家 好我们接下来持续要看到的还是在大陆最近是发生了闹血荒的事件呢 我没有想到呢是出现了各种奇招 因为像是呢有出现逼人捐血的情况 要求大学生说如果你捐血的话就可以换成机 还会影响到入党的考核 中国大陆地方公务员开会影片流出 拍摄者称又要被逼捐血了 不止公务员在哈尔滨的金融学院被爆料用捐血换成机 或者影响入党评分等于变相逼大学生捐血 本次现血情况作为以后发展党员团员 平优的重要依据班尾带头不报名直接撤掉 一年内评奖平优积极分子均不考虑 现在现血这件事变成了政治任务了 根据曝光的讯息要求美班五人以上捐血 没有商量空间引发议论批评 违反自愿捐血的规定 另外浙江一地方要求爸妈无偿捐血100毫升换取积分 可增加小学的录取率 保障血库的血缘充足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大问题 那越是重要就越要让自愿献血成为社会共识 而不是靠拿捏个别群体的软肋来变相的强制 中国大陆入冬以来因为流感等多种忽视到疾病启发 导致多地闹血荒 但是拼血液库存量不该以道德绑架 TVB新闻综合报道 好回到国内来看到选战话题 民众党是已经确定抢掉了选前之夜 就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上头能够造势 不过今天国民党的北市党部主委就透露了 当时蓝营其实派出了90个人在网咖 就是为了要抢这个名额 没想到还抢输了 就是因为呢民众党他们有网军 但是国民党没有 对此柯文哲也回酸了 说的是抢到选前之夜的凯道路权 但这话讲这么酸 全都是因为蓝营抢输这样说 国民党没网金 你跟我们下标啦 民众党有 国民党的职业网军 比民众党的网路义勇军表现还差 太衣服了 不是啊 柯主席的呛下后排党员对视狂笑 陈又诚直摇头 陈婉慧笑到擦泪 但抢赢的白银还有课题 选前之夜民众党抢下凯道路权 台中党部下达动员 要以每人400人车资 含保险把人再来声援 因为一台车 我们在台中的一个行情 大概在1万2 1万3左右 他一个人如果400块的话 加保险 其实在1万6里面 其实是足够的 其实从昨天到现在 已经10多台的一个游览车了 我们目标希望可以破100台 除了北部加中部 据了解南部当天也有 毕竟想塞爆凯道 数万人跑不掉 看看2020年韓国瑜选前夜 凯道造势 号称破10万人 白银这回抢下凯道 却也接连被蓝绿阵营嘲讽 想塞爆凯道 你们有办法吗 相信男人都在笑我们 你们台湾民众党又没有动员能力 怎么租这个那么大的地方 只会让人家笑而已 我都在来说一句话 我没怕人笑 号召全台总动员 民众党不想被看不 好大陆商务部今天认定台湾对于大陆贸易的限制措施 会构成所谓的贸易壁垒 这他们是比原定的公布期限还要提早了一个月 对此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就表示 中共应该要停止政治操作 但是现在各部会会加强盈盈 中国大陆商务部15日正式认定 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限制措施构成贸易壁垒 而两天前国台办似乎预留伏笔 据了解大陆对台贸易壁垒调查正在有序的进行 将依法依规公布最终调查结论 查贸易壁垒的期限 原本定在明年选前一天的1月12号 现在提前近一个月公布 国台办更索心直指民进党 反观民进党当局还不断变本加厉 修改规则设置障碍 恶意阻挠破坏两岸经济的正常交流合作 也是片面认定 我想绕开WTO的机制 那进行片面的政治操作 这对于正常的经贸往来不利 我们各部会会有相关的因应 什么因应方法 政院经贸办指出若中方有诚意 双方可以随时依循WTO机制启动协商 共同面对解决贸易的争端 但专家担心台湾目前能做的恐怕只剩被动回应 所释放出来这些政策红利 十年之后你认为是贸易不公平的开始 那这有一点把过去的那个时空背景抽离之后的论述 废掉ECFA 中国大陆实际上能够得到的经贸利益很有限 台湾的损失也能承受 但是它所创造出来的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 实际上的影响我们出估不到20亿 随着认为就算真没了ECFA冲击早在预料内 只是对岸提早打出贸易壁垒 这张牌不能排除未来三周会有升级手段 对于已经出口的资讯产品 半导体产品 合成关税 特别是石化产业部门 选前就忧心出现贸易 好接下来看到的就是 其实他们选在前一个月就已经先公布了 正巧在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妍 他仍正在大陆这边建台上 这也让民进党的立委忍不住开酸了 这根本是对岸送给国民党的礼物 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和县长饶庆林 在满货会的台东释迦前比赞 被大陆封杀六百多天后终于消除去 碰上蓝营执政的台东 对岸掀开绿灯 但碰上绿营执政的中央 红灯还提早开 蔡英文或说是他们这些人都讲过了 这个XR是糖衣毒药 那他们当然会觉得说 对民进党来说那就是可有可无了 原本中国大陆商务部对我贸易壁垒调查 截起日就这么刚好挑在投票前一天 1月12号 但突然提前一个月宣告 难道是想先拔草侧风向 学者分析对岸此举很难删掉选举味道 而民进党当然也会大打借入牌 以早宣布也是给夏立言副主席去中国一个礼物 如果你要求情的话就国民党才可以帮忙 会这么说也是因为就这么刚好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人就在大陆会台商 时机敏感 好文章不做吗 倘若对岸真想当政党轮替的举球手 这角度拿捏差一点差很多 若一不小心举过了头 恐怕会被对手反杀一球 好接下来看到社会话题 先前卢州才出现了 有外国人向路人兜售国旗的事件 而最近在新庄也出现了一名外籍男子 他自称他自己是聋哑人士 要愁旅费 这让不少人都掏钱购买 但是也有人质疑说 社哥们是不是在泛滥爱心呢 对此里长表示 已经录影搜证交给警方 这压神帽的外籍男子 受伤拿着一把国旗 看见正在吃早餐的民众 上前拿起手上的小卡 挥挥棋子 希望可以帮帮忙 被拒绝了再换下一桌 有些人看见他似乎需要帮忙 真的拿了一百块来购买 但也有人觉得怪怪的 我没有买啦 不然他一钱了 我买一百块 我买一百块 买一百块买一百块 他就是进来 然后就拿一张小卡 那里面他是写 我是聋哑人 然后我们就想说 看他可怜啦 对啊 人都会出自于爱心嘛 外国人兜售国旗的地点 就在新北市新庄运动公园附近 有人一大早碰上这样的事 发现他四处找目标 还跑进水果行 兜售不堪其扰 贩售国旗的外国人 最最在新北市遍地开花 他们打着筹措旅费的名义 说自己是身障人士 希望可以帮忙以一百块的价格 购买这个国旗 但就有人怀疑 他们的动机不单纯 上街卖国旗的外国人 都自称无法说话 这种情形疫情前就有 但疫情后又开始出现 而且说是要观光 却都出现在非观光景点 让人产生怀疑 类似的情况 原本只有在其他地方 没想到现在连自家附近都出现 里长捷盗场了解 也通知警方 吃东西的客人在那边推销 我就把它录影 然后我一直跟着他 他一直跑给我追 我只希望说这种外国人 不可以借由说你是荣雅人士 是利用同情心还是真的有需要 不得而知 但新北市好几个地方 都出现卖国旗的外国人 民众真的碰上了 得仔细思考 该不该拿出钱包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其实在疫情之前 全台各地都曾经有出现过 这种外国人在兜售国旗的事件 警方就表示 除非他是不让民众离开 或者是假借民意来 诈骗的话才算是违法 外国女子来到3C店家 但他不是来修手机 而是拿出几只国旗 跟一张小纸条给老板 老板有点迟疑 没马上接手 僵持了约10秒 最后拿给他100元 并挥手势一步拿国旗 对方点点头 微笑离开 他上面就写说他是龙人 然后他需要了 他支费 经费来让更认识台湾的美好 这样子 竟然就很亲切 一直微笑这样子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 这个是 我就给他这样子 后来上网查 发现 好像这个事情是有 有发生过 的确似曾相识 他们回来了 这是2019年高雄街头 外国男子也说 自己是聋哑人士 需要旅费 趁车停下推销国旗 当时全台各地都有发生 如今疫情过后 光这个月就出目在 新北市卢州新庄永和 都是不同外国人 卖两种款式的国旗 一支100元 让人联想 是不是集团式操作 不止这个啦 很多用 这边超多那种 而且你是开放性的店家 他都会来问 懂很难拒绝 对啊 你不知道怎么拒绝他 这些外国人 跟爱心比最大的不同 就是他们除了挑选 像这样 人多了捷运站之外 还会到民宅或是店家 只是这样子卖国旗 到底有没有违法呢 其实是没有的 就算对方 谎称是聋哑人士 也没违法 除非他不让你走 就会涉嫌强制罪 或是假借公司 基金会民意募款 则是诈欺罪 也就是说 遇到外国人推销国旗 只能自己选择要不要买 或是拿手机录影自保 别让爱心被滥用 TVB的新闻 女华无疑新闻报导 好 接下来看到 警方在五谷的一栋社区 抓到了诈骗集团的干部 而当时这一名嫌犯 他发现说 警方上门之后 竟然是异想天开 从七楼沿着外墙 爬到了三楼 接着呢 再回到社区内 从安全梯下了一楼 想要借此偷偷离开 这时呢 郑巧被原警撞见 当场就被压制 楼下突然传出一声大吼 原本在埋伏中的原警 立刻推开安全门 冲下楼支援 原来要抓的嫌犯 已经逃到一楼门口 和楼下戒备的原警发生拉扯 其他同仁一起上前帮忙压制 爬墙嘛 很会爬嘛 这名嫌犯是诈骗群的干部 早就知道警方在自家门口 竟然冒险爬墙 想要逃走 好过啊 地点在新北市五谷 撤住大楼 新年分支原警跨去攻坚 但嫌犯从阳台往下爬 相当危险 这名嫌犯尝试爬墙离开 还成功爬到了三楼 不过还是被在一楼警戒的原警发现 当时抽信嫌犯 发现警方上门 人在门口 决定从七楼住家阳台 往下爬到三楼 在进入社区内 悄悄从楼梯间走下一楼 却万万没想到 一楼也有警察埋伏 当场被压制逮捕 身上更被搜出毒品 K他命 于现场查获手机电脑素台 新台币130万元 警方另外在三重 也得到了一名履姓嫌犯 贪人囚犯嫌犯 都是诈骗权领导阶级的干部 尤其囚犯嫌犯 有多件诈骑案在身 已经被判九年 这次冒险爬墙 依然难逃罚网 TVB宣伙 网黄理官 新闻收到 好有一名女子 从台中大高铁到左营站 下车后 她就发现到 她包包上挂的 爱马仕 凯利包款的吊饰仪式热 这让她损失十万元 詹小姐日前拎着包包出门 提把上挂了两个爱马仕的饰品 其中一个是凯利包造型吊饰 价值好几万 结果在高铁车厢召窃 用绕的然后这样绑进去 而且她这种材质 它是一种有这种丝 然后纸 所以她其实是绑得很紧的 当时女子十二月九日 从台中回高雄 搭乘直达车 出站之后发现吊饰少一个 就是这个凯利吹离 黑色凯利包款 搭配蓝白色丝巾缎带 她非常确认 进站时吊饰还在 她坐走道边 上车没多久累到睡着 包包放在中间的空位 怀疑靠窗的男子 趁她熟睡用捡的 或是绕一圈解开 偷走吊饰 而詹小姐醒来时 男乘客已经不在座位上 她有越过我 因为我醒来的时候 她就已经不在了 那我从台中进站的时候 因为我有去吊监饰器 从台中进站的时候 我这个吊饰是还在包包上 吊带是丝巾直地绕一圈拉紧 要松开还不被发现 如果真的是男乘客偷的 动作要很快 而让詹小姐心更累的事 回台中报案 警方推测是在加一段遗失 由高铁泰宝分住所调查 但詹小姐怀疑的窃贼 跟她目的地一样 都在左营站 他们警察是说 就可能差不多45到50分吧 应该一般人手睡 大概是十几分 只能在左营站下车 因为这是直达车 詹小姐仪式的黑色凯利 她花十万找代购买 疑似被偷 她又花六万买宗色款 爱马仕的吊饰 专柜量少 常被拿来当配货 再转卖 买薄金包凯利包 或是康康包的人 都会配一个这种 比较童趣的吊饰 其实在价钱 都跟专柜差不多一样价钱 其他爱马仕的吊饰 像是斑马造型 专柜价两万三 二手店全新卖两万一 价格比不上 做工更精致的凯利 尤其是黑金棕灰热门色 不是想买就买得到 所以被偷了 让詹小姐很心疼 TVBS新闻赵丽黄少奇 高雄报道 好 接下来带您看到 日本橘色恶魔来台演出 一周之后 是在今天下午搭机返回日本了 而且还直说 真的是很爱台湾 而就在同一天 桃园机场也迎来 今年第六百万名旅客 来自日本京都 局高校吹奏部的橘色恶魔 顺风来台一周 15号下午搭机返回日本 手中拿着台日友好标语 只说真的很爱台湾 在前一晚表演最终场时 一度还累撒舞台 尽管提着大包小包 还是不忘空出一只手 和现场的民众 一一不舍急掌再见 还有人说台湾食物太好吃 因此变胖了 粉丝不舍目送他们进海关 期待下次来台再次创造橘色旋风 机场送别日本高中生 同时间迎来了 第六百万名旅客 疫情续航后 国际舰航班增加不少 15号桃园机场出现 第六百万名入境旅客 就会一家四口一起到台湾玩 意外成名第六百万旅客得主 获得总价值超过 十万元的大礼包 交通部统计今年一到十月 来台旅客以港澳最多 占了大约两成 日本和韩国也都超过一成 而其余像是美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越南等等 则是占了将近一成的人数 但其实跟疫情前相比 入境的旅客数还是差很大 包含本国人和观光客 今年结算到十二月十五号 入境人数大约一千四百万人 受到疫情影响 去年只有两百多万人 前年更是不到百万 但比对疫情前 在二零一九年 有两千四百多万人入境 比今年的人数多了将近一倍 虽然观光产业慢慢复苏 但想回到疫情前的荣景 恐怕还有一段路要走 接下来要看到 桃园中立中山路与建国路口的邮局 这个屋林超过了五十年 所以在2021年就拆除 要改建成商办新大楼 没有想到在施工的过程当中 这两年当中呢 周遭的六户却出现了零损 目前市府已经要求工地要暂时停工 厚实的水泥墙层层斑驳 一条条裂缝从屋顶一路延伸 抬头一看水泥墙已经出现几个大洞 住户干脆拿几块纸板暂时塞住破洞 因为我们现在很担心就是说 只要超过三级以上 一摇晃的话 整个就弹了 原本细细的裂缝 现在宽度已经超过五公分 地面磁砖也掉了好几块 居民指控是邮局旧址改建岛制 为在桃园中立中山路与建国路口的邮局 武林超过50年 2021年10月拆除 基地面积1149平方公尺 改建地下四层 地上九层的上半新大楼 预计2025年4月完工 只是工程进行到一半 当地居民发现 似乎因为拔桩震动 导致家中出现军裂 连外面巷弄路面也有不少裂缝 生怕继续动工 发生坍塌意外 有些住户只好暂时搬走 危枪松动 住户感觉已推就倒 工程动工两年多 附近六户住宅零损 其中两户特别严重 房子已经剥落到能够透光 因为他旁边的林房是旧有的基础 是专照的系统 一有这个我们就立即拔一半 然后回填背疆 经济进行灌浆补墙 但是零损问题已经造成 是否要求先暂时停工 虽然监测的数据 及安全防务没有问题 但确实已经造成林房的属坏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点 要求空地马上停工 中立邮局就指 设在中立战前警华地段 营建厂商不仅暂时停工步枪 还要限期提出辅工计划 附近住户只希望赶快解决问题 扳回自己的家 TV别日新闻林志伟 蔡幸宇桃源采访报导 新北市警方日前破获了 一个社区大楼的赌场 当时远警就假扮成住户在勘察 发现到除了有第一道的大门以外 里头竟然还藏着其他三道门 而且都上锁 因此最后是请来了霹雳小组一起攻坚 顺利逮捕四十二人 到目的地霹雳小组全副武装冲进去 结果进到室内顶先通过一道门 好不容易攻坚撞开结果 进进进进 里面还有木门 再度出动破坏工具继续攻坚 但这些都还没完就在赌场门口还有门 用力张开终于进到屋内 要里头的四十二人统统不准动 我们有远景桥庄是现场的住户 要进去看确确赌场的位置 但是第一道门进去以后就发现有门上锁 而且它的门锁非常独特 我们所谓研判该赌场是为了规避警方 可能会有设计很多道的铁门 赌场是在新闻市板桥这一处社区大楼里 实际观察从巷弄走进去第一道门就需要密码 包括专案小组连破三道门 等于赌场用了四道门想要躲避追查 但其实这些赌客进出早让附近住户觉得诡异 就是进出 进出声音 就是盼面声音有比较长一点 因为接获勤资警方才开始监控 最后一举攻坚这一处赌场 他们调查这赌场藏在社区的地下室 李姓女主席年过半百 三号开始经营 直到这个月的十二号被逮 每天租金约六千块 这回被查扣七万现金还一百二十万的筹码 以为四道门可以高枕无忧 却还是灾了 TB的新闻就是吴欣燕 新闻是报道 好在留言区当中也看到很多人 跟我们互动 像是刚刚提到的桃园中立的这一处邮局 当时有人讲说怎么又是施工影响的 因为没错 先前在大直的房屋坍塌事件当中 也是因为施工造成了附近的住户零损 有人说这种根本应该都不敢住 也有人说应该是地基太浅的关系 这时候建商也要特别注意了 而现在呢 其实我们要持续的来关注的 另外一起事件 都是在台中的风源大道上 近期在施作所谓的自来水管线工程 其实在月初的时候才发生了天坑事件 没有想到在月中换成了有一辆冰士车 是撞上在现场的挖土机 而且两个事发地点相差是距离不到100公尺 这让工作人员就非常的无奈表示 当时呢这一名冰士车的驾驶 他是开车开到睡着了才会撞上挖土机 黑色冰士撞上陆中挖土机 整台车就像是骑到对方身上 路过民众拍下照片PO网 问说是国道撞缓撞车吃力 还是撞挖土机比较夸张 比较快我们后面这台 钓机也没有 实际回到事发地点在台中风源大道上 现场还在施作自来水管线工程 14号一早6点半被驾驶开车撞上 他是撞到防撞包之后再撞到 那个我们行钢护栏 最后才骑上怪手 车祸当时大家还没开工 没有人受伤 警方调查驾驶是27岁灵性男子 跟警方自称是开车开到睡着 才撞挖土机 空地怪手本来就有一些吊漆 看不太出来有什么受损 他是爬上去履带而已 事发地点是路中 在内侧车道马路不是直的 这条路上月初才爆出天坑事件 当时也是自来水管线工程 结果酿成路中巨大天坑 现在同一个工程 在同一条路上 两个相距只有100多公尺 这次是驾驶边开车边睡觉 撞上挖土机 TVBS新闻前期军许又翔台中厂报道 好骑车大家都知道要戴安全帽 但是来看到各县市骑车未戴安全帽的死伤人数排名 台南是位居第一名 再来是屏东还有嘉义县 尤其是在嘉义县未戴安全帽的死亡人数 居然是高于了全国的平均值 因此嘉义县的警方最近是加强击查 他们也表示说 其实天天都有拦查到 没有戴安全帽的年长者 不然转个弯 被站岗的远景栏下 没戴安全帽 这怎么可以 玻璃市小语大意 然后开单举发 嘉义县民众似乎有点随性 白天不戴安全帽的 警方几乎天天都有举发案件 晚上也不例外 年轻人年长者都有 骑车不戴安全帽 最近嘉义县警方加强查气 因为近几个月的统计 死亡车祸数攀升 从今年1月到11月 嘉义县的机车事故 6000多人轻重伤 49个人死亡 其中没戴安全帽身亡的 有11个人 占摩托车事故死亡人数23% 远高于全国平均的8% 都是因为可能路途比较短一点 所以他们几乎都是没有在 为了方便就没有戴安全帽 几乎都是贪图方便 懒得戴安全帽 但根据警政署统计 今年前11个月 各县市为戴安全帽死伤人数 台南居冠第二名是屏东县 再来就是嘉义县 可能跟部分的行政区域 较偏僻有关 尤其年长者比较缺乏 遵守交通规则的观念 但这习惯真的得改 能省荷包也能保命 TVBS新闻 季健亨嘉义报道 今天早上7点多 在花莲国盛一街 有一间KTV的前方 双方人马竟然是因为 只看了对方一眼就大大出手 相约KTV唱歌 还唱一整晚 早上准备离开 男子醉醺醺的走出店外 没几分钟的时间 一群人吵了起来 甚至开始动手动脚 看见朋友被打 其中一人打开车门 拿出球棒 只是还没拿好 直接被对方抢走 还朝着车子用力猛砸 快打部队货报 抵达现场 一群人情绪还是相当激动 互呛完全不受控制 15号早上7点多 23岁正姓男子跟朋友 在花莲国盛一街 一间KTV还唱之后 门口遇上27岁陈姓男子 开车来接朋友 喝醉的正姓男子 瞄了对方一眼 双方不满互呛 正姓男子动手 打对方一巴掌 其他人见状 赶快从车内拿出球棒反击 没想到一下子就被抢走 爱车还被砸烂 那今警方命令解散 三次以上人不遵从 所以立即以优势的警力 将该五人强势压制来控制 想反击车子却被砸 还想打电话再绕人来 幸好远警及时压制 将闹事五人 统统以妨害秩序侦办 开心约唱歌 散场因为瞄一眼 起冲突一大早的大打出手 也吵醒附近住户 TBS新闻高志宏 蔡兴于花莲采访报道 接着镜头来看到 大陆地铁昌平线 在昨天晚间 因为大雪的关系 造成了信号降级 所以有两台列车 发生了追撞的事件 而且车厢在行驶当中 居然就断成了两节 超过了500人送医 北京地铁车厢断裂事故 过了一夜 损坏的列车还停在轨道上 定格画面仔细看 至少有两个车厢变形 玻璃破碎 一旁有不少货车 吊车 工程车和工作人员 车厢断裂事故 发生在北京地铁昌平线 西二旗站到生命科学原站之间 由于状况还没完全排除 生命科学原站往临近的 朱新庄和西二旗两个区段 都暂停营运 因为周边有包括百度等众多 网络科技公司 15号一早能看到不少百里 召集找接驳 北京西二旗地铁站是客流量 相当大的一个站点 每天的早晚尖峰时段 会涌入8万人 那么就在临近的站点 因为地铁车厢脱节事件之后 临时关闭 今天西二旗站是涌入了 更多的上班族 以前是直接坐到生命科学原地铁站 那今天呢 今天就没办法 从这里出来 但是这个接驳的公交车 也不直接到我们那里 所以我就打算在这直接打个车 你打车等了多久 等了半小时了 很难叫 昨天晚上不是更晚吗 地铁断裂事故后 昌平线两区段降速运行 并采用人工驾驶模式 发车间隔也拉大 对于事故给乘客造成的滞留 惊吓受伤 官方发布道歉公告 不太了解吧 我觉得可能跟下雪或什么有关系吧 北京地铁车厢断裂 官方15号发布初步调查结果 由于大雪天 地铁信号降级 一辆地铁紧急停车 后面另一辆地铁因为在下坡地段 雪天导致滑行 无法有效停住 追撞前车 造成前方地铁断裂 这起事故总共造成515人送医检查 其中102人骨折 没有人员丧命 TVBS新闻程序 林敏珍 北京采访报道 好刚刚的新闻当中呢 其实也有人探讨到 到安全帽的部分 有些人说在屏东乡下地区 看到有很多人 都是没有戴安全帽的 另外像是X-Man也有提到说 其实安全帽 有些人担心会影响到发型 但是骑太快其实也会影响到发型 那William Sheet就有回应说 X-Man你说的对 早上装完头发的时候 其实如果你戴安全帽就会毁了 但是安全起见安全帽 只要是你骑车的时候 一定要佩戴上 因为他是基本的SOP 也是为了你自己的安全 比较有保障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探讨的 就是过年即将要到来了 你已经准备好要预定年菜了吗 现在包含很多的餐饮业者 还有饭店业者 纷纷都已经开放来预购年菜 不过有业者却是在开放之后 突然说要涨价 就是因为发现到土鸡的价格 是有跟着调整的 另外包含像是猪肉还有青菜类 甚至是有部分的干货食材 价格也发现跟着涨了10% 一整只油亮亮白斩鸡切开之后 看得见又白又嫩的鸡肉 这一道几乎家家户户的年菜中 都不可或缺 但是鸡肉价格似乎又变高了 私房菜业者开放预购年菜之后 突然发出公告表示土鸡腿需要调涨 冷油鸡腿一盒原先是560元 现在必须调高40到600元 我当初预估的时候 因为一只鸡你要是生的 生的煮下来的话 可能一斤的话600克 可能会剩下400克或者380克 这个落差下来就差很多了 这一年让我感觉长最多就是猪肉 真的尤其那三盏那 真的是贵很多 长价的不止鸡肉 猪肉的价格更是让主妇 以及餐饮业者印象深刻 另外像是青菜类以及佛跳墙 会用到的干货干贝等等 平均也有调涨10% 像鸡肉啊排骨这些 都会涨幅在10%左右 需求量变大 所以供不应求的话 它就会涨价 也有台中的业者PO文表示 因为不得已年菜需要调涨100元 而另外部分的饭店业者 像是台北的君悦酒店 有30%的菜色微服调涨 但整套年菜价格不变 而台北万豪酒店 则是有部分的商品 调涨2%到5 各家年菜纷纷开始预定 业者也说今年业绩 预估会成长一成 只是食材成本一直涨 有业者忍痛自行吸收 但也有不少撑不住涨价 龙年团圆饭 荷包商还是得花下去 TV变串中英文中宣台北采访报道 好刚才留言区 William Shea有说到 说着说着2023就要过完了 没错 现在已经是12月15号了 剩下16天 我们就要进入到2024年了 大家有想好跨年要怎么过吗 也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讨论 那还有赵信之说 随便吃就好年菜都会剩 其实很多人这个年菜都准备一大桌 非常的丰盛 因为大家都团聚了嘛 那么在年菜上面准备的样式呢 还有种类就会非常多 也希望呢 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说 你年菜预购了哪些东西吗 也可以让大家一起来讨论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 是在高雄古山的最美鱼市场 他们是业者花了400万元重新的装修 希望可以继续的充人气 而就在今天的时候是重新开幕了 也准备了各种活动要来吸引观光客 不过呢 针对改版后的这个鱼市场 其实也有不少民众认为说 种类还是不够多 而且也发现到在冷冻鱼货的价格上面 比外头贵了一到两成 古山这美鱼市场经过整顿后 周五重新开幕 下午举行限量亿元的附带活动 吸引不少民众来排抢好康 我排30分钟 来 我打开给你们看 只有地瓜片而已 太少了 不是划算的问题 好玩 现场还有石斑鱼味增汤式吃活动 周六日还有主厨鲨鱼秀 各种活动替鱼市场充人气 古山鱼市场当初投了4000多万 现在重逞疾苦在头三四百万的内庄 看起来没有什么不一样 现在是经营方式有些改变 大船终于要进港了 鱼船当天捕捉的黑鱼 在古山鱼市场现在也能买到了 但只有假日的下午限定 而且每周的鱼货也像开盲盒 除了看老天赏不赏脸之外 鱼货的品种也都不一定 除了生鲜之外也有异国美食 还有新增代客料理服务 活鱼现切 改版后的鱼市场民众感受如何 延续过去夜间还仅酒吧 跟户外咖啡餐车 假日在加码跟渔夫们合作 打造鱼货市集 古山鱼市场重启 就看能否将人潮流注 振兴地方经济 TB的新闻 林芒流选高雄报道 刚刚讲到年菜像是XMEN说 什么肉CP值高 他就买什么肉吃 另外像是任小丽就说到了 吃的不能省他家人说 毕竟是自己家人要吃的 绝对是不能够节省 希望大家能够吃的丰盛吃的开心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转换话题 来看到的是在桃园有一名国中生 他应该没有想过说 他自己的创作美术作业 居然能够多次的登上了媒体版面 原因就是因为呢 他获得了全国学生美术比赛特优 当时他创作的是一幅帝王条款 但是呢是热烈的引起讨论 学校强调说他们在第一时间是因为担心 学生的心情会受到影响 所以才会拿下了贴文 但是呢现在各界不断的po文 力挺这位学生 所以后来校方又开会讨论说 再度把贴文开放 校长还说其实学生是非常乐观 反而还安慰师长说他会继续创作 画作帝王条款掀起话题延续好几天 原本已经拿下恭贺贴文 学校再度放上 仔细写下学生的创作动机 他强调是希望社会当中 人与人之间要彼此尊重 行人通过马路要快速通过 不能如帝王般霸道行走 更提到得奖感言 谢谢老师家人会快乐的创作下去 学校坦言一开始会道歉 就是担心学生的心情会受影响 再加上舆论回应已经出现相互攻击 不顾帝王牵着乌龟走斑马线 一旁骑士驾驶续如生 反映出现实状况神情 引起不少人po文立体 像是律师吕秋远就认为 这是一张很有趣的漫画 在这言论自由的年代 利用王宏身份霸凌国中生 真的大可不必 李怡珍律师也说 应该拿出来拍卖 第一拍十万他出 石丹利 吴若全都纷纷po文 强调画作本身就是在讲互相尊重 这才是真正的要义 不过王宏也回应 从头到尾都没有要针对获奖的国中生 认为隶属教育部的国立艺术教育馆 却把奖项颁给有标签 污名化特定身份 就令人质疑 更提到为什么交通改革这么难 阻力这么大 其实就像作家吴若全说的 学生恐怕从没想过 单纯的创作牵扯实事 结果登上全台湾媒体 与自媒体各大版面 也是一次难得的经验 TVB新闻林志伟谢伦桃园采访报道 好有专旺就说了 他认为这是网红借题发挥 但是像是老刘就说 他认为这画得很好 那威廉安谢则是说到说 这是行人地狱vs行车地狱 有不少人都认为说 其实这就像是大学生作品吧 像是任小利就有说到了 也认为说其实该给学生多一点的鼓励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是在台中有里长呢 是收集了早餐店不要的吐司 把他捏碎之后就丢进到附近的沟渠 但这样子的行为 令民众拍下来 甚至呢PO出了影片 质疑说是不是造成了河川的污染 但是里长说就是因为里头 有很多的无锅鱼 所以才要拿吐司喂食他们 民众直击一名男子站在沟渠旁 手上拿了一大袋吐司 逐一捏碎后往沟里丢 质疑可能造成河川污染 还指控行为人是当地一位 卢姓里长 里长说他是收集附近早餐店的 过期吐司 大约十天一次来喂西流里的五锅鱼 吐司捏碎往下丢 果然没一会儿功夫 鱼群就把河面上的吐司 全都吃光光 最后里长会把塑胶袋带走 也没忘记拍掉水泥护栏上的面包屑 这地点在台中市南屯区环中路 宝福宫附近 当地不少居民都曾看过里长拿吐司喂鱼 底下五锅鱼群似乎永远吃不饱 原本鱼就蛮多了 喂一下我觉得还好 因为应该也会有人带小朋友 就是看到他可爱 然后喂一下 因为他没喂他就也无过鱼而已 里长他其实喂食数量也没有很多 而且其实这些鱼的数量真的很多 对我是觉得还好 量还可以接受 所以你也不会觉得这样怎么讲 环境是吗 不太会 对此台中市环保局说 从影片看不出来有污染水源 无法认定这个喂食行为是否违规 但是如果丢弃包装袋或者恶意气质 整块面包就会污染环境才会开发 TVBS新闻 吕正宏 台中采访报道 好台湾水族产业在近几年来不断的攀升 在去年就达到五十亿的产值 而其中观赏虾的外销在近几年也兴起 不过业者也发现到市场形态不断转化 会叫花虎的原因是因为 它那个身上的纹路 是像那个老虎的纹路 远看各个水族乡里的虾只是颜色不同 但魔鬼藏在细节里 身上纹路才是大学问 也是吸引各玩家因素 从二十几岁到五十几岁的玩家都有 那他们是本身就 他们有在养一些虾子 然后后来才慢慢投入水晶虾 然后也有一些是 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的 然后就会想说 我本来只是想要养米虾而已 因为米虾比较常见 那看到水晶虾它也会想说 我尝试着养个几只 试试看我养不养得起来 对然后就会这样子开始入门 纹路长得越好看越花俏 价格就会跟着长 就连壳的饱和度和色泽 也是观察重点 从黑白和红白水晶虾 到彩色米虾这些都是基本款 便宜的十元就买得到 但随着养殖技术更精进 出现各类款式 价格一只可标破上万元 这款名字叫做落日银河 特别就在于颜色呈现多层次 橘红的珊瑚色泽宛如夕阳落日 由全台最大彩色米虾的厂商 首次在今年台湾观赏于博览会曝光 零售价一只就要一万元 物以稀为贵 当然价格就跟着网上拉提 玩家就爱珍藏珍品 但是业者也观察 市场形态逐渐在转变 可能以前会有一只五万块 甚至一只十万块的水晶虾 那都是有 那你说现在就没有 其实现在也还是有 只是它的那些高价水晶虾 它的销量可能没有像过去那么好 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不管是国内的业者 或者是国外的业者 手上都已经有很多的虾的品种了 大家追求的是怎么样 把观赏虾变成一个 可以稳定获利 可以养活公司的一个东西 一个商品 当然新品产出花了心血 势必推出价格很高 只是许多人会买回去再繁殖 市面上数量变多 也就不再稀有 业者认为市场狂热 追逐高价的时代已过 价格往下跌未必是坏事 让更多人愿意掏钱买回家欣赏 进入到观赏虾这门领域 而不是只想买来繁殖获利 宠物商机不再是只有犬猫而已 近年来观赏鱼虾越来越夯 根据鱼业鼠的统计 整体水族产值 2016年到2022年 从原本的36.7亿元 攀升到了50亿元 也吸引越来越多业者愿意同入 地理气候和独步全球的培育技术 都是台湾在观赏水族产业的优势 特别是观赏虾 包含美国日本德国等 都是主要的出口国 再看到更广的数据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 全球观赏水族产值 约150到200亿美金 疫情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是不要出去 所以可能就是你刚好水族 你刚好就可以在家里自己去看 自己去照顾 因为它这个东西是不需要很大的空间 所以它在运送也比较容易 在这个条件之下 台湾反而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外销的商机 比较大的市场我会说是欧盟 尤其是德国 再来是日本 再来是北美 单纯拼价钱 我们不可能可以拼赢东南亚的业者 因为他们的成本很低 但是考量到我们讲的性价比 就是CP值 我们的成本 我们卖的价钱一定比人家高 可是相对的 我们的品质是比较好的 鱼业鼠也看准观赏虾 近年来外销量不断往上爬 水市所也运用 以建立的观赏虾量产 及品系杂交技术 成功培育出新品种 油彩辣摩虾 基地都是在屏东 屏东大概是差不多占了有八成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民间的实力很强之外 当然就是政府的这个部分的投入 也是不遗余力 水市所他自己本身的 这个反氧值的技术 也是相当的一个赌道 知意庞大的观赏虾商机中 透过出口 让更多人认识到台湾培育的 强大实力 这边的新闻 廉志周永轩台北报道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 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